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制造商台机电,在7奈米、5奈米等先进制程工艺上率先量产,企业被认为有更高的良品率。 但在量产时间晚于三星电子近半年的3奈米制程工艺上,他们可能遇到了良品率方面的挑战。 台积电正在采用3奈米制程工艺,为苹果代工,将用于iPhone 15 Pro系列的A17仿生晶片,用于Mac产品线的M3晶片,也将采用这一制程工艺。 在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工艺量产前两年,也就是在2020年的12月份,就有报道称,苹果已经下单预台积电这一工艺量产初期的全部产能,用于代工A系列和M系列的晶片。 苹果也被认为是台积电3奈米工艺量产初期的唯一客户。 不过,根据海外媒体近日报道显示,有分析师认为,台积电在3奈米制程工艺上,遇到了工具和良品率方面的挑战,进而导致他们这一制程工艺的产能提升受到了影响。 3奈米制程工艺的产能提升受到影响,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满足客户的需求上有压力。 海外媒体在4月底报道中提到,台积电正竭尽全力采用300米制程工艺生产足够的晶片,以满足苹果即将推出的电子产品的需求。 台积电和它在代工业务中的第二大竞争对手,韩国三星电子,正在争先为苹果和美国AI训练晶片巨头辉达等客户,生产手机和高效能运算HPC的300米产品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,最近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,他们在半导体行业中率先以良好良率实现300米工艺晶片的大批量生产。 由于客户对N3节点的需求超出了他们的供应能力,他们预计N3将在2023年得到充分利用,同时得到HPC和手机应用的支持。 预计N3的收入贡献将在第三季度开始,到2023年,N3占他们晶圆总收入的百分比将会是个位数。 台积电,三星和英特尔的目标是获得技术领先地位,以服务包括苹果、辉达和其他设计数据中心晶片的客户。 最终的行业领导者将在代工业务中获得最大份额的利润。 几十年来,代工业务的增长速度比整个半导体行业发展速度都要快。 Sasquahana International Group一名高级分析师称,目前台积电在此行业的地位仍位居榜首。 在他提供给Electronic Engineering Times的一份报告中说,在他们看来,台积电仍然是先进节点的首要代工选择。 三星代工尚未展示稳定的先进工艺技术,而IFS英特尔代工服务距离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,还有数年的时间。 其还透露,台积电将在2023年下半年在N3节点推出苹果的A17和M3处理器,并在N4和N3推出基于ASIC的伺服器CPU。 台积电还将在N5节点制造英特尔的Meteor Lake绘图晶片,在N5和N4制造AMD的Genua和徽达的Grace处理器,以及在N5制造徽达的H100GPU。 AirRate Research一名高级分析师说,他们认为,台积电将在2024年上半年与苹果一起,对N3进行正常的基于晶圆的定价,平均售价约为1.6万至1.7万美元。 目前,台积电A17和M3处理器的N3良率约为55%,这是N3开发现阶段的健康水平,有网案计划每季度将良率提高约5个百分点。 台积电在早期阶段的发展重点是,优化产量和晶圆周期时间已提高效率。 AirRate报告称,对于新iPhone的A17晶片,台积电将制作82个演磨层,晶片尺寸可能在100至110平方毫米范围内。 报告补充说,这意味着每个晶圆的产量约为620个晶片,晶圆周期为4个月。 M3晶片尺寸可能为135至150平方毫米,每个晶圆约有450个晶片。 根据其他爆料人的说法,苹果iPhone15 Pro的生产成本相比iPhone14 Pro增加了20%左右,标准的iPhone15机型成本也将增加12%左右。 这一消息已经引起海外网友的担忧。 按照一系列消息来看,苹果今年晚些时候大概率会提高iPhone15系列的定价,至少搭载A17晶片的两款Pro机型会涨价。 分析师还表示,由于需要采用工具供应商艾斯摩尔的EUV曝光技术进行多重曝光,台积电推迟了300米的推出和量产。 虽然EUV多重曝光的高成本,使得EUV的成本收益比没有吸引力,但放宽设计规则以尽量减少EUV多重曝光层的数量,会导致更大的裸片尺寸。 分析师说,在更高吞吐量的EUV系统艾斯摩尔的NXE3800E于2023年下半年面试之前,真正的300米节点将无法扩展。 NXE3800E将通过降低EUV多重曝光的总体成本,帮助将晶圆吞吐量提高约30%,比目前的NXE3600低高。 分析师在报告中表示,台积电将在2024年上半年加速采用NXE3800E,因为该代工厂为更多客户扩展N3E和其他300米节点的变化。 台积电在曝光方面得到了客户徽达的帮助。 据魏哲家称,CU-Litho软体和硬体正在将关键技术转移到徽达的GPU,这将有助于台积电部署逆曝光和深度学习。 美国银行研究一名分析师称,他们最近看到台积电与徽达、辛斯科技和艾斯摩尔合作进行2奈米及以上晶片的生产。 台积电目前是该组合中唯一的代工厂。 台积电预计,其下一个节点,N2将于2025年开始生产。 魏哲家说,在N2,他们观察到客户的兴趣和参与度很高。 2奈米工艺一经推出,无论在密度还是能效方面,都将成为业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,并将进一步扩大他们公司未来的技术领先地位。 该公司透露,目前席卷整个行业的晶片库存调整水平高于台积电三个月前的预期,并可能延续到今年第三季度。 因此,台积电现在预计其2023年的营收可能出现近十年来的首次下滑。 这家公司预测,其销售额可能会下降个位数的百分点。 一名分析师说,对于其他代工企业来说,2023年的销售额下降幅度可能比台积电更大,下半年复苏缓慢是常态。 尽管经济不景气,台积电仍坚持与去年相同的,在32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之间的资本支出预算。 随着设备利用率下降,台积电有望在第三季度实现业务反弹,利用率是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。 他们预计混合利用率将在2023年第二季度跌至66%左右的谷底,N7利用率将跌至50%以下。 在新产品增加的推动下,利用率将在2023年下半年出现反弹。 台积电现阶段的重点是,正竭力满足苹果等客户的订单需求。 分析师称,台积电是最合适的先进节点的代工选择。 尽管台积电在2023年的营收可能迎来十年来的首次下降,但在新产品的推动下,有望在第三季度实现反弹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